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见没有 就是立马一整个它直接从根部给立起来了 然后我们把它拒去 再取出连一层头发 再来一层拒 你看一下这是两边颅顶的这个差距 然后把这边也可以拒好 你看看现在这个颅顶一整个高了好多了 现在是最后一步来弄一下我们额琴的刘海碎发 我们先戴一下头 然后找一个眉刷 或者是牙刷也行啊 连着这个发起线拨 拨小碎发 记住不要拨得太靠后啊 就是发起线这一层 然后现在我们又开始修剪了 先修剪这个最中间的 我们大家给它剪到我们这个鼻子的位置 然后剩下的就让它长 这个就算是放在我们平常也是一个比较好看的碎发刘海 然后今天我们不一样 今天我们要搞一个比较复古的碎发 现在把卷发泡的温度调到180左右 弄调太高啊 卷发泡压在头发底下 然后像卷刘海一样给它卷起来 左边这边也是 可以稍微带一点清洗 那这个很复古的秋日小碎刘海就完成了 你等我还真 喜极爱气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就这个妆一画在我的脸上就有种中国女孩的韵味 回归我的初衷 今天这个妆面就是一个日常通勤 上班约会 全部都能摆搭 而且三部就能搞定 中式金贵通勤妆 如果你对这个妆面感兴趣的话 就接上一下坦白 我要记个试看我今天这个妆面 首先第一步底妆 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就要气垫 现在是出动了 你们尽量去选择比较滋润一点 不要选太干了 直接拍打上脸 拿着我们的阵侠牌 然后找出一个大刷子 直接按火壳 然后对上脸 再用刚刚的粉铺来铺一遍均匀一下肤色 我们底妆再挤也不要神流定妆 底妆就是我的命 就我别的眼妆唇妆我可以都不要 现在就开始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步 面部的毛流感 用一个睫毛打底 这个爱杜莎的睫毛打底 它能打造一个无妆深眉的效果 它是我用的所有产品里面 用来当做眉毛打底最自然 就是说眉头就不用画了 只需要勾一下眉尾就好 睫毛我们也用这个爱杜莎就好 然后上睫毛之前 我们随便找出一块阴影 把眼睛来削一下肿就好 从睫毛根部 地址形影往上刷 然后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三步 这步就是来画下我们的嘴唇 怎么样这个妆真的简单到不行 可以拿出颜色比较浓硬一点的口红 然后现在去换个妆皂 最后插播一下 如果你们的过产比较 但直接用眉笔 在这个眼下中间的部分 画一个浅浅的阴影 然后用枝条给它晕开来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